你問他有口罩嗎 他裡面是三片 三片嗎 三片 一個人買千百一百 這裡面就有三片 這裡面有三片 口罩有無供應 進回時間門口告示牌 一目瞭然 所有下游配銷 通通公開透明 就怕民眾搶購撲空 造成恐慌 嘉義士率先要求 超商藥妝藥局 公開透明暗定明星 我在說不了又買到 比較至少報警的感覺吧 至少當天還可以買得到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這樣才被說 大家都一起去搶 老闆 口罩都沒了喔 沒有 就四大包裝 連骨樣裝見過 他們口罩也都賣完了喔 對 他有說什麼時候會進嗎 不確定 都還不確定 所以今天也 看完 但到了其他縣市 以雙北為例 卻處處可見 民眾跑過一家 又一家尋覓口罩 綠綠撲空的慌張景象 對比政府信誓旦旦 口罩供應絕對充足 相當諷刺 起初 經濟部要民眾 請再等一等 公布流程強調 1月31號 移到製造商取貨 會在2月1號傍晚 各地超商即可購買 但到了時間 民眾卻能不到處撲空 到了2月2號 又改口 因為勞工年假開工 週末必須休假 供應貨量比較少 相較於1號 收購的267萬片 72萬 提供指揮中心 195萬片 提供通路販售 到了2號 只剩156萬片 如今承諾3號 供應量將會到300萬片 但這些口罩 到底去哪兒 卻全成黑箱 讓民眾清楚知道 哪個地方 哪一家藥妝店 什麼時候到貨 不要讓民眾疲於奔命 造成恐慌 各界陷入口罩恐慌 府院卻盡巧巧 對於怎麼解決 買不到口罩 來質疑 口罩到底去哪兒 難道有特權的人才 買得到嗎 政府口中 源源不絕的口罩 數字卻看得到 吃不到 就怕真正的問題 不是出在供需 而是缺乏透明的黑箱問題 謝謝紅旗 張宇軒 台北報導